謝謝 這裡 謝謝各位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實在說 我不能提早一分鐘 因為我們這個 上課都是現場 實況轉播 每一次都有30萬人 在全世界 在網上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來看這個節目 包括中國 很多國家 他們要有戰爭法 因為戰爭法 我們台灣民主黨 研究的最特地 最實在 連美國國防部 也要來給我們請教 因為 我們有這個法例 所以我們今天台灣民政 可以走到今天這種地步 這是不容易 我要上課以前 我要請大家看一個鴨皮 這是昨天 東森新聞 所播出的 有關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新聞 來 大家看 我再給各位解釋 東森新聞 昨天中午開始 一個小時播一次 這種車牌能上路 能停在停車格嗎 最近高雄出現的 這一個怪車牌 這輛汽車 一停就是好幾天 站著停車格 收費員也不知道 到底該不該開單 仔細看它的車牌是什麼樣 紅底的上面印了英文字 USMG TCG 代表的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有這個組織嗎 這是什麼樣的組織呢 但重點在於這塊車牌 並不是監禮戰所何發何可的 所以視同於無牌車 這一張張照片上 停在停車格的車 看起來再平常不過了 不過仔細看 他們的車牌 跟一般的車子車牌 不管是樣式 顏色 字樣 都長得不太一樣 遇到這種車 收費員到底該如何開單呢 你有看過 在路上看過這些 有 有 他們都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有一些不是正統的車牌 所以你沒看到咧 就一樣拍照回去寫報告 沒有合法車牌 收費員無法開單 賺了停車格 卻又不用找停車費 一旦被舉發 依然會被脫掉 這種車牌 上面有於USMG字樣 屬於台灣民政府 民間組織自製的車牌 並非監禮戰合法的 即使停在停車格裡 恐怕還是難逃被脫掉的命運 還是得付出1200元 脫掉保管費 實際上悬掛這種車牌的車 全台灣不只高雄有 因為這個民間團體 是長期支持台灣獨立的組織 敬禮 照應 他們重立台灣民政府 還在台灣各地設立分布 因此掛這種車牌的車 就在全台灣爬爬燥 哪裡的車牌 台灣國 之前在高雄也有過一台 悬掛台灣國組織的車牌 同樣引人側目 這類車牌因為都是非監禮戰合法的 試同無排車 一旦開上路被舉發或攔檢 駕駛恐怕難逃 要吃上3600到10800元的罰單 董三新聞董一講無建議在高雄 采訪報導 你好 來 看我這裡 現在這個報道 你們看有什麼感想 因為你看最近 除了一電視 報以外 現在最記得就是這個 還有一件公事 其實 台灣所有的電視台 都不要跟我們報過 但是 那個記者呢 坦白講 都不知道 那就黑白報 台灣民進府 是民間組織 我說你黑白 政府那兩隻 政府那兩隻 跟民間組織 不是 教導你來說 可以創政府嗎 可以嗎 創政府 如果創政府 就把你拿去槍斃 但是 為什麼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我們可以在這裡成立 而且 我們上課 是從2010年的 11年的 1月14 15 16號 第一期 一直跟今天為止 我們都沒有效忍 本來是兩禮拜一期 現在呢 因為我們在過進度 要趕快達到美國要求的 四千名 所以我們在趕進度 所以 因為這些記者 他們說他們不懂 當然 可以原諒 因為這個不懂 包括現在 台灣也有一些團體 因為我們怕的是你最高級版 你最高級版以後 我們就跟你視同 已經是正次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所以你們現在 今天比特一後 你們的運氣不錯 下禮拜 剛才28號有一個點召 本來是應該 照著你來說 應該是比特一後 要過一九月跟兩九月思考期 給你思考 我國際版比特 我是不是要來 願意來做台灣民政府的政府官員 你如果要 你就來參加法理點召 法理點召 教導力 法理點召 跟植物點召 是要分開 這禮拜 後禮拜 但是現在 有很多同心 在說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幫幫忙 所以 法理點召跟植物點召 我們就合併 那是一天 一天的時間而已 這個法理點召 就是你要做政府官員 再來 植物點召 你就可以選 六種植物 可以挑選 第一種就是 軍手 軍手 你們的運氣也很好 七月四號就要考慮了 就是下下禮拜的 禮拜六 你看看官網上面會公佈 軍手 什麼叫軍手 我們現在有組織是中央 再來是酒 全台灣分組六個酒 軍手就是這些酒裡面 把它撥成每一個軍手 所管轄的地方起五十萬到六十萬 所以全台灣我們有五十個菌 五十個軍 軍手要可視 這沒有辦法 美國這樣要求 所以我們要 軍手可視也很簡單 是非跟選擇 不過每一次 你扣 兩百個扣 才要抓十幾個而已 你們看是非選擇很簡單 是非八十題 選擇題一百二十題 兩百題 多久 兩點前久 這兩點前久 我看很多動心 抗耍 兩邊嘴皮都紅紅 表示說他有用腦筋 我直接在想跟我們國語說 你如果要考慮 選擇題先做 是非題 裸非做 想怎樣說 這沒有你是非題可以猜 二分之一 選擇題四分之一 好難猜喔 又不對啦 我沒有騙 是非題 也不簡單 我親切說頭一半 第一次的 駿手考試的示威題 說給您聽 給您試試看 要聽不 好 根據國際法規定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請舉手 做 不要這麼大聲啦 你這麼假的 我都要問 我告訴你 你如果沒有上課的 都馬上拿手 像是像 我們要上課以前 有一個外面的人 走來跟我說 你們說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點我不會動 我說你不會動 我也不會動 為什麼說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人拿不出來 台灣這個土地所有權 就是說台灣的租款 不是在我們台灣人的身體上 什麼人有租款 什麼人有所有權 能夠決定 台灣這對土地命運的人 你要看歷史嘛 歷史是什麼人 可以跟你決定 台灣的名文 台青帝國的大風蝶 那不是 風蝶可以跟你決定 所以租款是什麼人的手頭 風蝶手頭 所以風蝶呢 在馬關條約 擱讓給 永遠擱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這個土地的所有款 租款在上的手頭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手上 那當時 1915年 1895年4月17號 簽了5月8號生下 到怕留意志 日本天皇並沒有放棄台灣這個土地了 很簡單 這樣有簡單嗎 有夠簡單 但是 台灣人受到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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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年的教育 他自己回不來 他說感情 跟你說 如果說到感情 你說台灣不是台灣人 說這種人很苦 不是 我們是說法律 法律 對 別人要把你賣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如果這台車是 電気是老闆的 所有款 後生要賣掉 可以嗎 不行 不是說你在塞這台車 你就有所有款 你的後生 你開這台車 他說我開的 我要賣掉 這樣可以賣 不行 我們講的是法律 今天為什麼美國人 我們給國民黨 他後 他要在台灣處理事情 為什麼 很簡單 為什麼台灣人不用做兵 不是馬英九叫你不用做兵 是美國正式要求 馬英九你不能讓台灣人 去扶兵役 因為我們台灣人 不必效忠中華民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美國訪問台灣 日本 和美國是敵對國 敵人 日本和中華民國也是敵對國 所以中華民國跟美國是同盟國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所以中華民國 在理論上 也是我們台灣人的敵人 所以 台灣沒有光復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台灣人 你如果去那邊問說 會有參加嗎 我跟你說 差不多有幾盤的人都說沒有參加 你看我們台灣法有多名 當然最過國旗班的人都已經知道了 你現在有的人跳劍 先從國旗班來 才要回去最初級班 但是這些人 我也要跟你說 讓你知道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二十八號是法理點招 上午九點半到下午三點半 法理點招 兩個同時點 點了以後 二十九號有一個黑熊部隊的點招 你們聽到部隊的煩惱呢 是要抓去做兵 不是啦 我們的黑熊 後面是要接掌警察局 接掌海巡署 接掌調查局 接掌國安局 那些都是事務官 我們去是當政務官 我們去當督導 我們今天看 他們是不是有 按照我們民政府 在美國軍政府下面的民政府的指令 有去依照命令來行事 目的在這裡而已 不叫你去驚訝 但是你的管理很大 你有人事管 有債務管 什麼叫人事管 假設這個局長不可以聽你的命令 你當場可以把說 什麼人要做局長 副局長要做 副局長要做 副局長 我今天選擇你副局長做局長 那些局長更免費 補給中央承認就好了 簡單 只要命命要去執行 但是因為 我們本年本土台灣人 四千名是英里 我們2006年10月24號 我們去美國 那2009年4月7號 國庭法院選擇 五點 上次你都說過了 但是 我們還想說 美國的 國務院在 2009年8月6號 宣布 放棄抗辯權 就已經有輸了 你管國說的都輸到 我已經輸了 所以美國最高法院說 10月5號宣布 這個事情 暫停審理 等到 我們台灣民主 尊比後 我們有辦法去 激掌政權的時候 再來審理 這只是美國的司法制度 所以當時美國跟 那些人跟我講 你要接台灣政權 可以 請你帶四千位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法理上的台灣人 我們就願意把政權還給你 在那時候 通常說我傻傻 雖然我拆政權 我說 我就是台灣人 他說 你不是 你的證明在哪裡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中國人 我沒有 我沒有申請 我們會變成中華民國 你沒有申請 但是他發這個東西給你 那是在 什麼時候 在1946年1月12號 行政院一指公文 把我們台灣人 隆重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節 那張公文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過 你們都點點 有啦 這張有嗎 你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張 我們就讓這張 變成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其實我們不是 我們從來 我問你 那當然加拿大的政府 有跟中華民國說 這些台灣人 如果說 要改變 改變國籍 請你把這些台灣人的 聲明書 志願書 宣誓書 拿來玩法 拿不出來 他沒有一個台灣人宣誓 說 我要做 中華民國的 所以 美國跟英國 三次 白皮書 控衣 我們永遠不會承認 當然 這些東西 有比較輕 所以 這些東西 我們在新疆立 你們都有看到 那是參眾議員 我們上禮拜 是第一梯次 這禮拜 是第二梯次 只有兩個梯次 只有兩個梯次 只有這兩個梯次 我們參眾議員 大概有七百位 當然 我們還留下 大概有三百位左右 就是要留給我們國位 因為我們現在還欠一千名 我們現在關速度 只要再有差不多八次或九次的高級班 那個一千名 我們就職責了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 你們在職務點召的時候 28號 你們可以挑選 你要當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是要做內閣 還是要去做參眾議員 我們不給你嚴格限制 但是 但是 說實在 叫你來做參眾議員 我請問 你會審查 國會的那個 預算的請舉手 啊 不願意請你去拿手 都不願意 那邊也不願意 那邊也不願意 但是 沒關係 未來就要有 是不是 我們 花錢買學問 說得很趣 上禮拜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非藍也非綠 我們不是拿軍 我們不是拿軍 我們叫做什麼 台灣軍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做租貼 所以我們叫做台灣軍 所以上禮拜 我們有搖車 我們常常搖車拿軍 還是立軍 或是當中立的人事來演講 這個上禮拜 國會的預算的審核 跟國會的預算的編制 我們請台大的教授 就是他的中華財經學院的副秘書長 來上課 他上課 他怎麼告訴你 你們一定 他說 你們幾十八位這麼認真 為什麼說 大家都在做筆記 他說 但是他們的後代 他現在在台大教授 他們的後代 後代 都沒有在討論 台大的學生 都沒有在討論 但是他們 這台怎麼這麼打拼 這樣台灣有救了 我跟他說 我不敢跟他說 我心裡想 因為待會有口氣 我跟大家說 你知道嗎 你就一人口氣過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議員的資格證 所以這七百位 每一位都有議員可以當 你如果不是在中央 就是參眾議院 就是州裡面參眾議會 也就是郡裡面就是議會 每一個人都有 但是我跟你說 美軍已經在 美軍已經在 美軍在五天前 為華連 跟賓棟 海軍陸戰隊 這些商品 我們實在有 但是美國正是跟我們要求 不可以傳播 他為了台灣社會的穩定 你想想 你現在跟我說 美軍已經在台灣 有人說你笑的 但是說 不然你拿商品 你看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美軍一敗 會騎手 哇 這就不是 這不是賤品秘密 其實我們的班長 有商品 有那個照片 好幾張 海軍陸戰隊 全副武裝 行軍的照片 都有 AIT 金福錄一百年 都開始在使用 他跟我們說 那些武器都是新的 很快的 台灣 各家的威脂 已經是要三千名 左右的海流 總統 預定是八千位的 海軍陸戰會進來 為什麼 現在沒有要選擇 很簡單 美國現在進來 他先佈置 所有的軍事基地 要全部去 海軍 我告訴你 百分之百 已經是美國 在支援了 空軍 我們也是美國指揮 陸軍 比較重型武器 美國已經都收到 這真的我們台灣人 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告美國 我們告美國 我們告美國等於是 我們告 想要告美國 我們告的是總統 因為總統 就是當事者 台灣地區的佔領者 是誰 美國總統 不是美國 美國總統 這是法律上的名字 你們都知道 但是 因為我們已經 跟美國 已經有達成一些協議 所以美國 也跟我們開集會 2010年 7月4號 辦公室 辦公室給我們設 你們看我們的辦公室 怎麼樣嗎 要看嗎 好來 辦公室給我看 這是在華盛頓DC 你看 在華盛頓DC 那些主旨有沒有 我怎麼出來 我們過去本來叫做台灣民政 平民政府有沒有 那是因為台灣司法 政府 因為這個司法 翻譯為平民 但是美國 路邊會跟我們說 他說在美國軍事政府 那一次 他們會有美國軍政府 為了對應 我們就叫做台灣民政府 那些主旨有沒有 那些主旨有沒有 那些是華盛頓DC 才有一個主旨 好 你看 停停停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我們的地址 我們可以上網去看 裡面也有什麼 你們可以去看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的 Ovis 2010年的7月4號 一直到今天都有 這個 你看 你想想什麼 在美國稅庫都不用錢對不對 要錢嗎 你覺得稅庫要錢嗎 你這麼小 你什麼 稅庫都不用錢嗎 對 這是普通常識 當然稅庫要錢 啊 啊我們怎麼有錢 好他六 有沒有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把我們每個人 沒款 不 不把你沒款 請你下去 我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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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跟你沒款 那絕對假的 啊 不要跟你沒款 請你下去 你有公道 我們不要跟他們沒款 但是你看 我們現在為止 我們兵的報紙已經超過2000萬 而且我們在兵報紙的時候 美國說 不能只有兵自由時報 你們是藍綠 都不分的 台灣沒有藍綠之分 所以你聯合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要兵 都要兵 有一次呢 我們把晚報都兵 都兵 都兵 所以呢 我們兵那時候 國民黨有很多 禮拜有人看到 都嚇一跳 說 怎麼會這樣 其實 因為那時候都兵的時候 有的人就說 啊 那沒什麼 連好報有錢就給你兵 啊 如果中國時報給你兵 那標示都真的 那些人就把中國時報拿出來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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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兵了 我知道 我們大家人 很辛苦 你來去上課 你的周圍 他們說 有很多的壓力給你 有很多人跟你說 你被詐騙集團騙你 拜託 你要跟他們說 說一句話就好 這個詐騙集團 是你騙誰 我們在這裡上課 是這個農場的老闆 提供給我們的 費用當然他要收啊 我們台灣民進府 沒有收你一毛錢 你要搞清楚 從頭到尾 我們都沒有幫你收一家人 你看看 我們現在 這農場的老闆 是不是 把我們重訪到有夠好 我們這個教室 是要普通教室 那第二教室非常現金 那教室 的轉播是三百六十度 什麼叫三百六十度 你在那裡上課每一個位置 都去不住 會吸到你 你如果沒有來上課 你頭課也都會知道 因為美國全面監看 我跟美國說 其實美國也會派人來坐在後面 已經有三次 美國CIA派人來坐在後面 按表操課 都沒有麻麻糊糊 因為那是覺得說 今天不可以 台灣人不可以模模糊糊 一知半解 如果這樣跟美國跟中國 這個定管的 永遠切不斷 金府衝 他說 在那時候回來 四月份回來台灣 他說 因為六月份有國安事件 其實台灣民政府在1月1號 新年大會的時候 我有一張文告 我相信我們都收到 可能都沒有 因為新來 在1月1號的時候 我有一張 叫做文告 新年文告 那個文告我寫得很清楚 今年六月到八月 美軍會大量進來台灣 兩千空 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我在旺年會孫說 馬英九會贏蔡英文八十萬票 結果呢 1月14號倒票 果間真的贏蔡英文 將近八十萬 差一千票而已 很準 這都是 我不知道 但是美國 西亞和我們在聯絡 因為 為什麼要跟我們聯絡 我們要加工 現在有很多 台灣有很多派別 都不相信說 美國怎麼會跟你聯絡 都沒有跟我們聯絡 很簡單 我告訴你 你們的論述錯誤 美國怎麼會跟你聯絡 你論述錯誤 坐下來 大家先完結 你說你對 他說他對 美國都不用說 但是我們 我代表台灣民主 跟美國承諾兩件事情 第一 我們台灣絕對不會變成共產國家 你有贊成嗎 有 第二 我們台灣絕對不會選佈独立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向什麼人選佈独立 你有贊成嗎 有 有 其實 美國跟我們說幾個禮拜了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你看最近 中國要取消香港的一國兩制 你知道原音嗎 你怕手 他為什麼要取消一國兩制 都不知道 我跟你們說原音 你有投這個健全 有投這個 我們現在在收分 你就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 他跟中國說 台灣 英文 不會 在中國 按照戰爭法 你 日本 天皇 已經為大清的皇帝 拿到 台灣這個土地所有權 了 台灣 再也不是 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說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怎麼會這樣 你有一個像 你知道嗎 台灣好像那個 閃 那個女兒 你有看到那個像嗎 你再看一次 那個台灣的地圖 你看到嗎 我請問一下 台灣當時你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黑白講 他這個時候是清條的商品 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日本人 接著 日本天皇接著這個台灣以後 在1905年到1915年 經過十年 派兵派警察 從北到南 打敗高山祖 完全統一台灣 那個時候才建立了台灣的主權 我們在這裡說的 每一項都是法律 我們絕對不是亂講 沒有依據 所以 因為過去 有人跟我們說 我們是詐騙集團 然後追查結果 原來是台獨聯盟說的 台獨聯盟 一些主屬 所以 我們在上五月 我們在日本 挑釁在日本提告 因為提告 各台獨聯盟 在日本各國 要求他賠償一億到三億 所以 這個事情 進入司法程序 因為民主書跟我說 百分之百 我們也會贏 因為 我們有法律 日本現在真的學者 我們在這裡 要提告的觀念是 馬上要讓日本人知道 台灣民政府 是一個完全正派 按照國際法 所成立的一個政府 被占領地區的老百姓 依法 依萬國公法 依戰爭法 要自己成立 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政府 要自己成立 成立以後 美國來幫你成立 像是關島 關島到1950年 的時候 他才成立 關島民政府 我們台灣國比較慢配 我們一直到2008年的2月2號 我們在台灣才成立 台灣民政府 因為剛才要成立的 因為去美國 我在想大家來生 大家都怕 會講 會講理會不會 會講理會 結果 不會理會 不講理會 美國 那個社會 站在後面 台南公會 他在 差不多在2010年的10月30號 在海南島 正在宣佈 跟中國說 太平洋地區 現在像日本的土地 還沒有改冠 其他的國家 都已經改冠了嗎 太平洋地區 如果你要講這些土地 請你按照國際法來處理 包括南海 其實美國是很想看中國 會挑起挑釁來建政 美國確確實實已經準備 所以他如果真的挑起戰爭 他才一次 要向中國解決 但是中國很聰明 他只有那些嘴很秋 就是嘴很會說的 那真的要做的時候就知道了 你看 那些外南 外南 外南五月十三暴動 你會記得嗎 其實那個暴動 我告訴你 那是 我在這裡說也沒關係 美國後面 煽動 那時候 差不多美國 在那時候 那時候 連續 去越南 去十幾座 我都知道 然後 他發動 本來想說 小規模 沒想到 那個外南人 散金鋪 他變成搶劫 所以不太爽 不太爽 本來他想把他亂 中國那邊看 原來 來抗議 外南 他就把 劃點下去 看他倒 沒倒 情沒菜 因為中國就宣布 越南的事情 點點 所有問題都不能補 他控制 現在呢 他在笑聲說要跟日本一起 我告訴你 跟日本的武力差很多 四方會議的時候 就是那個北韓 四方會議 北韓 六方會議 我告訴你 北韓 中國 跟蘇聯一邊 這邊是日本 美國 跟南韓一邊 幾十次 美國有機會 要他修理北韓 但是他要修理北韓 就要這樣 沒修理的原因在哪裡 其實金鎮恩 要他打到很簡單 那個大股蛋 很不孝 很年輕 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而已 傻傻啊 大家怎麼修理 為什麼美國老百姓 他怎麼不修理 為什麼 政治就是這樣 美國他想 我如果像金鎮恩 把他打到 要求中國扶持 他們哥哥 叫做金... 金... 金... 金正恩 還有一個叫做... 啊... 我怎麼想不記得 那是他們哥哥 沒有啦 因為... 那個金正恩 美國更快的獎人 他們哥哥上去 東北都要等 如果... 越南... 那個... 北韓... 美國打敗 阿 dobre 那些人要接購金 美國想... 嘿... 阿 Lö qué... 阿借那個便和小別 你又派對來做... 北韓的領袖 得不償師了 所以... 他就用不起來 現在對釣魚台的事美國諦諦 美國有發表得很清楚 釣魚台是日本的 其實釣魚台也是日本的 這很簡單 你知道是馬關條的 馬關條的簽名是在1895年4月17號 但是1895年1月的時候 日本天皇宣佈 釣魚台是無人島無人島 按照國際法 他宣佈說這個無人島是我日本發現 然後我在那邊立一個碑 所以說這個釣魚台是我一本的 中國抗議 第二個月他馬上開 他說沒有沒有 我有很多遺憾有去 但是接下來 夾武戰爭失敗 失敗之後 在1895年的4月時下 簽合約的時候 和約的第二條跟第二條 它是說 將台灣本島集周邊的列島 什麼叫周邊的列島 就是土腳 台灣這條島 土腳黏著會的那條島 釣魚台的土腳 是跟我們台灣黏著會 雖然黏著會的距離才有四百海裡 雲納國島 在我們的 這個法連的旁邊 一百十公里的地方 離台灣很近的 有沒有 但是那是有跟台灣黏著會 沒有黏著會 所以雲納國島是日本的 那釣魚台 是日本天皇使中 這個釣魚台 交給台灣的 宜蘭來灌 那在日本的 換衣宣服也有 所以 中華民國就說 那釣魚台是宜蘭灌的 是屬台灣的 台灣人的 怎麼會說 其實如果要 楊潔來講這句話 那釣魚台是屬於台灣的 台灣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那釣魚台什麼 日本的 但是 台灣人很容易用感情用事 要感情用事 這不好 我們來這裡 看法律 第一個 要秉除你的感情 一定要沒有感情 看法律 台灣人剩這條路而已 你聽我講清楚 就是這條路 我們只要4000人達到了 我們就會正視 美國的最高法院 馬上會起訴 馬上會宣佈 美國應該把他的政權 交換給台灣民政府 美軍進來 到今天沒要選擇 是因為他恐怕 台灣社會的不穩定 因為台灣人出零很多 你如果說到台灣 跟美國有關係 我聽說 最近聽說 這兩天 聽說 有一個 台獨的團體 聽說要號召 老百姓去台北 抗議 抗議什麼 美軍入台 我跟腿 美軍入台有什麼不好 你不用 驚人 我們家的男人 不用去做兵 不用繳稅金 有什麼不好 母親不用買 只要母親不用買 看你一年生多少就好 大家說 我們沒出錢 我們要去學波多里克 波多里克 1899年開始 割讓給美國 到今天為止 他不獨立 也不要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如果沒有錢 美國就要給他 一年最少要給他 五十億美金 少了而已 你知道那個故事嗎 知道嗎 好 好 你有問題還是知道故事 知道 知道故事 不知道 好 好啦 我給這個五分鐘 波多里克 1899年 他是殖民地 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割讓給美國 也是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如果美國有從來 跟日本一樣 我如果在那裡實施憲法 所以一實施憲法 波多里克的人就領 那美國 波多里克的護照 對外 他沒有講美國 他是講波多里克 那波多里克 他參加國際的組織也用波多里克 但是美國撞不住 你不用交稅金 你也不用當兵 我一年快 白白給你五十億 如果不夠還套 有時候幾百億也拿 他說 等一下 你波多里克 讓你獨立 不然你會變成我美國五十億州 他說 你幫我佔領 波多里克聰明的人很多 你跟他贊名 我喜歡這樣子 公投公投 好 公投 波多里克那些政治 頭腦有夠好 他就設一個題目 叫什麼 請問波多里克要不要獨立 要跟不要 我跟你們說 如果獨立就要做兵 獨立以後 你就要買武器 獨立以後 國家如果要水你就要嚇 看到鬼 波多里克的人 有時候也要說 我不要獨立 不是 不要獨立 那一次 可以被你 因為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所以不要獨立 比如說 好好啊 你不獨立 但是你要變成我 美國五十億州 你說可以可以可以 我來寫 你要不要變成 美國五十億州 骨盆呢 那時候去跟 下鄉跟老百姓說 我跟你們說 變成五十億元 你要繳稅 聯邦稅 不是像台灣人 不要要繳稅金 波多里克的人 也不要繳稅金 所以公道怎麼 賣過 現在美國比較聰明 說 你這樣怎麼會對 你不然兩個放在哪裡 讓人搶一行 我直接找不去 好 你要不要獨立 或者要五十億州 那正年 你不再把他拉扁 你看 我們搶五十億州 因為美國的參議院 已經通過了 在本世紀初期通過 美國絕對不會再增加新的州 噴下去 現在道表通過 超過一半 說要變成美國五十億州 哇 這個問題等給美國 已經兩三年了 美國不敢回答 因為 美國憲法規定 我們不增加新的州 這樣他繼續給他批下去 我們台灣人就要更聰明 不要把我們獨立 你是不是獨立 獨立 你是不是獨立 獨立 每天都這麼多 有人幫你騎外兵 搶美國人 你想想 有一天你們島的外面 騎外兵都是在美國 那這樣不錯 不錯 不錯嘛 還不是 還要買武器 武器就要自己摺 美國人要自己摺 中國看到美國走到要死 我們也很安全 那再來 美國占領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 所賣去美國的東西 疑慮免稅 這真是厲害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只要恢復 台灣的正常國際地位 我幫你保證 台灣的 經濟大頭髮問禁 因為美國的公司 都會在台灣設公司 他銷到美國 免稅 所以這條路很好 你不相信 你相信神明 你回去問神明 你看看 你不可以笑 我跟你說 尤其這兩年 很多市廟 出籤詩都這樣說 謝謝各位 明天再來 來 各位同心 時間上關係 我們這節課 休息五分鐘 上個廁所 好 休息五分鐘 謝謝大家